讲万几分钟,我是老讽 今天的讲万几分钟 老讽想和大家研究一下新驻龙虎门里面的千变棍妖 话说千变棍妖正式出场 就在新驻龙虎门第18期 去到293期,终于寿终静枕 他横跨了270多期,期间有几段不尋常的描述 内容前后矛盾 但是新农的制作团都是相当认真 绝不可能前后矛盾 所以不用问阿贵,当中一定是另有玄机 在新驻第18期,就提到棍妖得到前任教主 老人痴呆的西城望翅公,得到了龙虎棍法的棍譜 而去到26期,又提到他十九多年前 和魔棍伊老三道比试 而去到33期,再具体讲到 当年棍妖只是练成龙虎棍法头四招 去到56期,又说他15年前 连同老妖打射了王菲营 就提到棍妖还未练成龙虎棍法 根据合理推断,15年前 棍妖打低了王菲营之后 先得到老邪神刺阵龙虎棍譜 而他练成头四招,就飞去菲律宾 挑战魔棍伊老三道,是不是? 但是去到身处140期 就提到26年前的罗杀商妖 是劍妖和老妖 而事件一年之后 即是25年前 棍妖加盟 还成为了三妖之首 后来棍妖和劍妖开拓 还凭龙虎棍法 砌低了劍妖 咦? 不认为了 伸着56期 就说他15年前未练成龙虎棍法 到伸着141期 就说25年前他认为龙虎棍法 跟着还说老妖不要妥棍妖 但是去到身处223期 三妖在龙虎门罪咎的时候 而棍妖竟然说 他们竟然有着一起奋斗的日子 话说老妖和棍妖 刚刚入职罗沙教的时候 他两个人臭味伤头 经常找教内的囚犯练功试招 有此棍妖就不小心 被对方禁住来打 虽然老妖从后偷襲救了他 但是棍妖已经毁容 从此需要戴着面具遮臭 而大家听到这里 应该都觉得很多问题 为了调查事件的真相 老妖就找龙婆帮忙 问问问 迷底终于都解开了 原来千变棍妖是有个孖山大佬 爱好就叫做千变困扰 基于他两个人都是同伦相生 所以是非常像样 据说连他们老爸老母都不懂得分 而这两个人自小就喜欢玩棍 大妈练成龙弓棍法 小妈就练成千变棍法 终成为日本著名的两栗双花红棍 而三十多年前 老妖还未扎职的时候 小妈就用她真名来建功 结果就出现了 老妖和棍妖一起奋斗的日子 而后来小妈因为工伤 就被无粮的罗撒教炒了 连医药费都没了 而隔了几年 大妈看到报纸 知道罗撒教请人 所以趕快去建功 而基于罗撒教的雇佣合约 写明有经验的优先聘请 所以千变困扰 就带了小妈的面具 冒充她亲弟弟建功 结果成为了罗撒三妖 而去到十五年前 大妈就自仓法开不了工 罗撒教又没有有新病假 所以大妈就用小妈做替工 其间她就需要到中华街出勤 还连同老妖打赤了黄菲英 而老邪神受到剑伤的影响 开始有些老人痴呆 所以她事后论功行上 就赐了一本龙弓棍譜给阿郡妖 那小妈收到一本棍譜 就开始修炼龙弓棍法 隔了几年就飞去菲律宾 找摩棍伊老山试招 整件事的前因后果就是这样 所以归根究底 制作团队是没错的 最错都是千变困扰她两兄弟 因为她两兄弟私相受受 搞到我们读者非常困扰 好了,今集的讲漫几分钟就到此为止 下集再和大家分享一下 讲漫的奇葩剧情